针对荷兰国防部近日声称 有两架中国战斗机和一架中国直升机 在东海国际空越接近荷兰海军 特罗姆普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 造成不安全局势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 11号做出了回应 称何方所言颠倒黑白 其侵权行径欲盖弥争 发言人指出 何海军特罗姆普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 为上海野东侵权挑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采取语音警告起飞战机等方式 予以外逼驱离完全合法合理 全程专业规范 制造不安全的恰恰是何方而不是中方 何方谎称执行联合国任务 在他国管辖的海空域炫耀武力 制造紧张局面 损害两国友好关系 何方有关言行性质恶劣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且已向其提出严阵交涉 中方正告何方 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 侵权挑衅必遭中方坚决反制 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业 金融海洋权也贴条